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只说实话的浪漫哥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点赞赏哦 那现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有地方的经济环境都不好 那很多人的信用卡逾期了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很多的疑问 如果我这样情况的话 会不会追究我的责任之类的这些想法 那今天呢 浪漫哥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心里有个数 在讲信用卡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征信 很多人可能对征信不是很了解 那具体的征信的一个过程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那上了征信黑名单以后 那后果有多严重呢 第一买不了飞机票 那个列车的软卧你也买不了 轮船的二等以上的仓位 高铁动车一等座也买不了 也买不了私家车 第二呢不得担任老板 董事监事高管 第三呢查封冻结支付宝账户 第四呢网上冻结 划扣财产 第五呢就影响那个资马信用 就是网购的受限 第六呢是禁止高消费 那哪些行为会影响个人的信用污点呢 第一一年连续三次累计六次逾期还款信用卡 第二房车贷月供累计二到三个月 逾期或不还 第三借款利率上调后 月供没有支付上调后的利息 成而产生了利息逾期 第四住学借款拖欠不还 第五信用卡未激活不缴纳产生的年费 其实还有很多了 我再就说其中几个吧 为第三方提供担保 但第三方借款他没有还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记住 没什么事不要去随便去担保 担保的结果就是 他还不了钱就必须你还 这个心里有个数 不要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那其中还有很多人有个疑问 那我怎么去查询我的征信的情况呢 拿上你的身份证 到中国人民银行 去查一下自己的征信 他要打印出来你详细的 个人的征信情况 那像现在 信用卡预期的人不是少数 那我就先说一下 这些信用卡预期的这些朋友 该怎么办 首先第一点 今天这个视频是给那些 真的是还不清了 真的是没钱了 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办法的情况下 这些朋友 那你确实没有钱嘛 没有办法去还这个账嘛 不可能为了这点钱 然后把你逼死吧 不现实 也不允许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首先打电话给银行 然后呢 停息 那每个月的话 你要往那个信用卡里面打点钱 打多少 你自己随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往里面打了这个钱 就说明你有意向是还这个钱的 而不是说我要骗这个钱 我不还 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条件 你没有理由去说 我是拿了你这个钱 我不还 我是诈骗你的信用卡 这个是一个前提 第二 银行打过来电话 一定要接 不要不接 接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套路 比如说 你是不是不还 你是不是打算不还这笔钱了 就这个意思 大概的意思 赚来赚去都能够意思 你如果说我就不还了 哎 你就上这个套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回答说 我现在没钱 哎 我肯定会还 要表达这个意向出来 就行了 其他不用说太多 那还有呢 银行要给你协商 要签那个还款协议 这个呢 量力而为 你如果真的有那个能力 去还这个钱的情况之下 你就签那个协议 你如果真的还不了的话 这个协议 你还是不要签了 签的话 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好处的 这个是实话了 那剩下呢 你就好好到外面工作 赚钱 哎 然后呢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就可以了 不要想那么多 你能还清的时候 早还清了 你还不清 也就这么回事 那毕竟目前为止 稳定大于一切 也不会跟你逼得那么狠 那么死 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能帮助到你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关注 转发 点赞赏哦 再见 拜拜